周深十年音乐路 从刚开始一个默默无名 不敢露面的网络活主 到现在成为各大晚会的常客 这一路他实现了从青涩少年 到成熟大晚的完美蜕变 这其中对于周深来说 每一次改变 每一次突破 都是辛苦又快乐的 在2021年 广电和网信联合打击 劣迹清朗行动中 周深还能够得到各大电视台 和晚会的力腰 可见周深不仅是一个实力派唱将 更是一个品行优秀的艺人 这样的歌手值得我们支持 周深十年音乐路 简直太励志 这一年 周深在湖南少养的一个小山村 才刚刚出生 谁也不曾想到 这个小山村姑姑出生的小男孩 能和当年已经能够登上 央视春晚大明星那英产生联系 留守儿童 与姐姐相依为命 小时候周深家里贫穷 跟许多农村孩子一样 父母为了养育孩子 不得不选择外出打工 周深也一样 很小的时候就成为了一名留守儿童 从小跟着年纪不大了 几岁的姐姐一起生活 所以在七八岁的时候 她就已经开始给姐姐帮忙 挑水做饭 洗衣服 打猪草 煮猪食 异常的听话和懂事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 在外打工的父母 把周深接到了身边上学 她跟许多农村孩子一样 刚到城市上学各种不适宜 再加上性格内向 在很长一段时间 她都无法融入到和同学们中去 学习成绩也不是很好 但唯独对音乐课表现异常的积极 由于爱唱歌声跟百灵鸟一样 老师也很喜欢周深 所以很快她就被老师招进了学校的合唱团 并且跟着学校的合唱团 拿下了多次歌唱比赛第一名 在周深成名回想起那段时光 她都还会觉得异常的开心和快乐 在乌克兰求学的那段日子 对于周深来说异常艰难 父母不理解不支持的同时 在学习音乐的这个过程中 更是遭遇了生代小节这样的噩梦 不过现实的挫折 却也成就了周深在网络上的发展 在2011年的时候 周深接触到了YY语音频道 在不打工和不上课的日子里 周深沉浸在聊天室和网友聊天唱歌 在这里她仿佛找到了寄托 没人在意她的性别跟长相 她可以尽情地用歌声 表达自己的情感和音乐 短短的时间里 她便在这里累积了几十万的粉丝 在这段时间里 她差不多一共翻唱了500多首歌 在当下的网络歌手中 独树一帜 引来了大量的追随者 2014年 当好声音节目组 第三次向周深发来邀请时 周深终于动摇了 而周深参加节目的动机 并不是为了出名 当时周深的想法是 之前因为自己的形象和声音 很多地方唱歌都不要她 通过上电视节目也许 下了节目有人要她 她就可以赚钱了 于是她就这样答应了节目组的邀请 初入江湖 惨遭淘汰 2014年的那个夏天 周深这个身高只有1.6米 踢着小平头的男孩 唯唯诺诺地站在了当时最火的选秀节目 好声音的舞台 凭借一首欢言 折服了那音 齐琴和杨坤 周深的淘汰 引来了很多人的质疑 许多人都在那音的微博底下辱骂那音 认为节目存在黑幕 因为周深的歌声 在那个时候 已经得到了太多人的认可 高晓松自掏腰包 为她出专辑 虽然周深没有因为好声音 这个节目一炮而红 但她却遇到了人生中最大的伯乐 高晓松 2015年 高晓松无意中听到了周深演唱的欢言 在得知这首歌竟是由男生演唱的时候 她顿时惊呆了 尤其是得知周深在节目当中被淘汰的消息后 她更是十分的惋惜 为了让周深有更好的发展 高晓松不惜自掏腰包 为周深量身打造了她人生当中的第一张传辑 深的深 就连高晓松自己都亲自承认 能让她不惜代价制作专辑的 这辈子只有三次 前两次都是在二十年前 第一次是为小柯做的 第二次是为仆树 这第三次便是为了周深 有人好奇为什么她会选择周深 而高晓松只是笑着回答了四个字 喜欢 人好 大鱼 火遍全网 除了高晓松之外 周深还遇见了生命中的另一位贵人 那就是大鱼海棠的音乐制作方 她更是凭借这首歌 拿下了亚洲新歌榜 年度十大金曲等奖项 回忆起这么多年的歌唱生涯 周深坦言 对自己最有意义的一首歌 还是要数大鱼 因为这首歌让大家听到了她的声音 而后才慢慢关注她 大鱼爆火后 她受到了很多节目的邀请 和电视剧片尾曲的录制邀请 爆发成为最抢手歌手 2019年 我们的歌周深和李克勤的情深深组合 当年创下了无数的经典 李克勤和周深的完美配合 让很多音乐粉至今回味无穷 通过和李克勤的合作 任贤其用天作之和这样的词语 来形容二人的完美配合和默契 2020年 在歌手当打之年的舞台上 周深一人分饰五角 一首达拉崩巴燃爆全场 2010年更是不得了 这一年周深终于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 在万众瞩目合家团聚的时刻 与国家著名歌唱家张也 一起献唱灯火里的中国 巨大的荣光啊 2021年的中秋晚会 周深更是成了最抢手的歌手 一个中秋录了四台中秋晚会 而且每一台晚会他都是独唱 成为各大卫视晚会的宠儿 周深的成功不是一帆风顺的 坚持努力向自己的目标前行 积累了这么多年 爆发是必然的 祝福周深 未来更美好 我们下期见了 放一 Phillips 我把侠然在前面 全地转发 我们下期见了 我们下期见了 无论